前两天去火锅店点了个醉虾 超级好吃 老板说啊 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我软磨硬泡了两天 他终于还是教我啦 今天就把这个制作方法分享给你们 首先把鲜活的虾洗干净 然后准备好配料 嗯 这个酒香味好浓啊 嗯 既有虾的鲜香 还有酒的浓香 嗯 吃了几个我都有点头晕了 开车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吃哦 不开车的朋友们就赶快坐下来吧 如何照亮星月结我相思意 别分离再与我换切梦